今天和大家分享德朗邨 二度三人單位裝修設計 這個是廁所 廁所長尊、地尊也不霸 轉動這些門 這個會擦的 鏡頭位 手盆都會擦的 然後馬桶 你知道是否會照鏡 這裏應該可能做回 一個朋友或者是露臉 然後就做打天花 這裏就是廁所 然後電窗這個位置 就會做薄薄的City櫃 然後就去到頂這個位置 去到吊櫃仔 它包住在這邊 這邊就放個 都是獅子櫃、鞋櫃 然後雪櫃在這裏 然後一個大門 然後這邊就做梳把 然後就做電視櫃在這裏 然後就隔兩間房 在這裏 就會開始在這個位置 開始隔氣 然後這裏就 上面就做過通那裏 去散開一些冷氣機 出去的 然後就 共同開始在這裏 做書桌 在這裏 然後就一個床架 這樣 這樣 然後就一直扣的風 出去外面 一個三體床 就四個床 這個就是它的房間位置 廚房位置 就是和它的爆牆 鑽地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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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你買天賣的 然後它就是擦下面的 就是那個 新款的位置 然後就 L字形的 吊櫃 吊櫃 還會是熱水爐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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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開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